他是60后和70后两代人的美好回忆 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才艺 一跃成为首席武侠片当红英俊小生 演绎的影视作品高剧收拾榜首 20世纪80年代中期 黄元申主演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大侠 霍元甲锋米全国 家喻户晓 黄元申饰演的霍元甲 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人物 黄元申是一位极有观众缘的演员 除了大侠 霍元甲的剧本赋予了这个形象 以莫大吸引力之外 他本身的个人魅力也为霍元甲增添异彩 他外貌固然英俊 而最重要的是他先天具有的一份书卷气质 尤其是他那略带忧郁的眼神 俊秀 斯文 鹦鹉 而又带有忧伤 唯有黄元申能展示内涵如此丰富的形象 在《大侠霍元甲》中这部电视剧中 在国内的播放真正达到了万人空相 他也因此名声立马传遍了大江南北 这个时候的黄元申比成龙火得太多了 他就是黄元申很多人都记不得或者是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戏中黄元申风流替躺英俊潇洒 加上伸手敏捷功夫了得 吸引了不少观众 如果他继续讲星图走到底的话 今天很可能也成绩非凡 黄元申和同时代的李小龙是好朋友 两人还是同门师兄弟 但是令人有点想不通的是 这部电视剧获了之后 他不是继续讲星图走下去 而是选择了去梯渡当起了和尚 有媒体爆料是因为赵雅芝 黄元申自己已结婚 这个时候已有孩子 而赵雅芝也是有自己的家庭 他看破了红尘 选择了当和尚 黄元申他从小家庭就比较贫穷 从小就开始习武 练就了一身真功夫 他进入演艺圈 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本来是帮弟弟报考演员 结果自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演艺圈 一开始进入了 邵氏无线电影电视一员训练班 由于武艺高强 表演也很出色 黄元申很快就成为了功夫明星 黄元申加入了香港无线电视台 以及后来的亚洲电视台 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比如在郑少秋主演的 陆小凤中出演过《西门吹雪》 和弥学主演的 《绝代双胶》中出演过江小鱼 在《少年黄飞鸿》中出演过 黄飞鸿等等 而让内地观众广为传知的 还是那部《大侠货原甲》 这部戏也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后人难以超越 2005年的时候 黄元申已还俗 过着安稳的生活 2013年3月 香港亚洲电视台在星洞亚洲 寻访黄元申专题节目里 透露黄元申已由美国移居内地 和儿子黄吉良过着安稳的生活 1983年 《大侠货原甲》的主题曲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响车了神州大地 黄元申饰演的霍元甲 那飘逸脱俗的长山 闻闻尔雅的气质 俊朗潇洒的身影 稳健扎实的功夫 不知倾倒了多少国人的心 黄元申在事业高峰期 急流涌退 顿入空门出家为僧 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关注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 早已消失在公众事业的黄元申怎么样了 01 黄元申祖籍四川重庆 1948年12月2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地 第二年随父母到了香港 定居九龙吊井岭 本来生活富裕的黄家因时局动荡 家境败落 生活变得贫苦 住在木屋里 没有自来水 要走大半个山头才能挑一桶水回来 越穷越要生 到了香港没几年 黄元申的父母给他添了五个弟弟妹妹 身为家中长子的黄元申帮父母带大了弟妹们 抱着妹妹煮饭炒菜做家务 因为父亲赚钱少 没钱买菜 黄元申便到山头摘野菜 全家人用豉油拌饭就野菜吃 离他家不远有个独居的老伯 黄元申见他年纪老迈 就经常帮他做家务 上山淡水时也帮老伯多蛋两桶 老伯很疼爱他 见黄元申营养不良 身体瘦弱 个头矮小 便提议黄元申学功夫 强身健体 原来老伯是个有武术根底的人 不仅懂得耍拳弄棒 刀枪剑技 还懂得点学 黄元申与老伯约好 干完一天的活 晚上十二点到他那里学功夫 每晚学习一个小时 黄元申最初的功夫是从那时候练来的 可惜还没有学到点学 老伯就已经去世了 老伯给了他安身立命的本领 他在银幕上的敏捷伸手 与他从小练武有关 没来得及报答恩师 这是黄元申的遗憾 黄元申又拜叶问为师 学习永春和李小龙是同门师兄弟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 黄元申不仅功夫好 读书也是学霸级别 从香港立马逗英文书院毕业后 考取加拿大土木工程系和纽约大学工程系 父母无力承担学费 黄元申只得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 开始了打工生涯 他在采访中说过 人说72行 我却做了73行 我十几岁已出来做暑期工 先后做过是仔 售货员 工厂 写字楼 地盘 赌当 黄元申还做过玉器学徒 对玉器的鉴定 打磨十分在行 后来娱乐圈的朋友买玉器 都请他帮忙鉴定 当然 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也没荒废练功 练出一身健美肌肉 为日后进入演艺圈 奠定坚实的基础 1971年 邵氏和TVB办了一个演员训练班 黄元申的弟弟觉得有功夫底子的哥哥适合当演员 所以没与黄元申商量 就替他报了名 黄元申凭着帅气的外表和一身功夫 在报考的六千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被录取的六十人之一 可谓百里挑一 毕业时 邵氏愿用五百元月薪的价格签下黄元申 当时所有新人都只有四百 邵氏已经很重视他了 但黄元申算了一下 五百元是不够一家人生活开销的 要求月薪加到六百 邵氏不答应 黄元申就没有签约邵氏 虽然没有签约 黄元申的星图从1972年开始了 他被选中出演功夫片《恶虎狂龙》 饰演男二号 男一号是陈兴 一起出演的还有苍田宝钊和刚出道的梁小龙 这是黄元申的第一部影片 也是他和梁小龙的第一次合作 之后两人又合作了电影《广东石虎》 《黄飞红四大弟子》 《生龙活虎小英雄》和电视剧《霍原甲》 02 黄元申首次触电便得到导演的高度赞赏 顺利开始了演艺生涯 片约不断 女导演高宝树很欣赏黄元申 与他签了三部片约 第一部《大小通吃》片酬1万5 第二部《贩卖人口》片酬2万 1973年 《大小通吃》上映 收获118万元票房 黄元申成为百万小生 接下来的贩卖人口 与李小龙绯闻女友丁佩合作 也卖了百万票房 黄元申成了电影圈 备受瞩目的新星 可是他和高宝树的流言也开始流传起来 有人说高宝树喜欢小白脸 看中了黄元申才立捧他 黄元申觉得高宝树 对他就像一个老师照顾他的学生 并无任何暧昧成分 高宝树筹拍第三部电影 但黄元申拒绝演出 他自为有难言之隐 当初我一直感觉自己被一位长辈照顾着 后来发觉有人的感情已渗入了其中 我受不了 虽然不再与高宝树合作 黄元申还是感谢高宝树对他的指导和照顾 并学会了高宝树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拼命的精神 在和高宝树合作的短短一年内 黄元申学会了不少电影知识和导演技巧 1974年自组电影公司 自导自演了电影读鬼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 电影行业日益萧条 电视行业蓬勃发展 黄元申在1975年签约TVB 开始涉足电视圈 黄元申的第一部电视剧是Sate 他饰演的李斯尔成为观众的偶像 奠定了在电视圈的地位 签约初期 TVB给他的薪酬是月薪3600元 76年增加到4800元 77年续约月薪7000元 此外他还外出拍电影 票房也不错 片酬也节节上涨 黄元申全家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他在广播道买了楼 拥有了三部汽车 还在红看给父母买楼居住 黄元申是娱乐圈中 为家庭辛苦大拼的艺人的典型 他说 家里的每一口钉 都是我拍戏挨回来的 03 事业上升的同时 黄元申的爱情生活也开花结果 1975年 26岁的黄元申 与台湾女演员史倩宇在香港注册 又到台湾公正结婚 第二年生下儿子黄吉良 黄太太结婚时只有19岁 在家有庸人照顾 什么事也不懂 他不大会做家务 做出来的菜让黄元申眉头皱 也不懂广东话 交不到朋友 黄元申出去拍戏时 他便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里 黄元申的父母也不喜欢这个儿媳妇 认为儿子不应该这么早结婚 担心儿子的叫做力受到影响 史倩宇也不懂得如何讨公婆欢心 和公婆的关系一度很糟 史倩宇感到很痛苦 不过只要丈夫对他好 他什么都能忍受 黄元申与赵雅之合作了电视剧大暴富和电影漩涡 1978年两人传出了绯闻 成为当时娱乐爆章的头条新闻 赵雅之已经是有家事的人 老公黄汉伟是医生 儿子黄光宏比黄元申的儿子小一岁 黄元申与赵雅之都不承认出轨 说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史倩宇面对丈夫的绯闻紧张不已 他在香港没有亲朋好友 遇到困难无所倾诉 于是带着儿子回到台湾娘家 黄元申见不到儿子很焦躁 他飞到台湾请太太和儿子回家 史倩宇认为赵雅之对他有威胁 不想他再与黄元申合作 黄元申答应了 史倩宇回到香港不久 黄元申去法国拍电影 史倩宇收拾衣物时 发现了一封情书 他很伤心 认为丈夫骗他 他再次返回台湾 在机场把这件事告诉记者 并曝光了情书 上面的落款写着一个支字 从法国回来的黄元申马上给太太打电话 请他回来 告诉他过去的事永远不会再发生 史倩宇其实深爱丈夫 离开他只是一时的契机 无论这段绯闻的真假 只要黄元申回头 他就不再追究这件事 史倩宇回来后 两人又和好如初 黄元申乖了许多 拍戏之余马上回家陪太太 尽量不出去应酬 TVB看热闹不嫌是大 又想让黄元申和赵雅芝合作电视剧《刀神》 黄元申和赵雅芝都拒绝了 《刀神》的男主角换成刘松仁 赵雅芝便同意出演女主角 刘松仁对赵雅芝也是有好感的 只是碍于赵雅芝已婚妇女的身份 不敢追求她 黄元申则和弥学主演了绝带双交 黄元申将小鱼儿塑造的活灵活现 比后来梁朝伟的小鱼儿还出色 不过黄元申最喜欢的是陆小凤的《西门吹雪》 认为是她到TVB后所有角色最帅的 超过小李飞刀的阿飞和绝带双交的小鱼儿 1980年 史倩宇又生下一个女儿 凑成一个好字 取名黄吉利 赵雅芝拍完《上海滩》又生下二儿子黄光仪 她和黄元申在无交集 各过各的家庭生活 黄元申在TVB拍戏与郑少秋 刘松仁 周润发等人都合作过 得到的很多角色都是男二男三号 这让她觉得公司并不重用她 黄元申拍《乱世儿女时》为了感戏 连女儿的满月酒都没喝上 拍戏累到晕倒进入医院 TVB连几千元的医药费也不肯替她支付 她和TVB的合约即将到期 谈续约的时候TVB不肯加薪 这时立的电视台开出高薪请黄元申加盟 黄元申离开TVB签约立的电视台 1981年 黄元申在立的电视台主演了少年黄飞红和大侠霍原甲 她塑造的南北两大侠黄飞红和霍原甲 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成为当时最红的电视明星 1983年 大侠霍原甲成为第一部引进内地的香港电视剧 立即风靡全国万人空巷 成为全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唱遍大江南北 黄元申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观众心中 黄元申就是霍原甲 霍原甲就是黄元申 成为观众心底永远的白月光 1987年 黄元申与史倩与协议双儿女移居美国 黄元申为工作辛苦往返于美国与香港之间 拍了《无名英雄》 张宝仔 满清十三 黄朝二等电视剧 04 就在黄元申处于事业顶峰之时 他和赵雅芝的陈年往事又被翻出来 赵雅芝在1982年 与黄汉伟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两人对不公堂 早就基于赵雅芝的TVB艺人黄锦身 帮他打赢了官司 同时报的美人归 两人1985年在美国注册结婚 1987年 赵雅芝生下第三个儿子黄凯杰 老婆跟了别人 黄汉伟一直对赵雅芝怀恨在心 始终一难平 1989年 黄汉伟在一次酒局中 几杯酒下肚 抖落出以往的馋芝麻烂骨子 并向一位媒体人朋友曝光了黄元申 写给赵雅芝的信 又引爆了舆论 后来 吴君如在访谈节目中 谈到对赵雅芝的印象说 他是最能装的一个 我最不喜欢他 很多年前 他曾和有副知夫黄元申交往过 还被他老公打到受伤 众口硕金 赵雅芝和黄元申有口难辨 只能采取轻者自轻的态度 这一年 41岁的黄元申突然退出演艺圈 顿入空门 港媒猜测 黄元申是不堪忍受舆论的压力 而选择避世 为了不拖累赵雅芝而出家当和尚 实际上黄元申出家和赵雅芝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早就厌倦了娱乐圈的浮华和是是非非 喜欢在书中寻找人生的答案 并练得一手好书法 黄元申以前有个特别怪的生活习惯 喜欢吃生肉 他觉得自己练武功要多吃生肉才有劲 同事们叫他吃肉怪 一位佛门居士劝他吃素 说你吃牛肉长牛劲 那么牛吃的是什么 少林寺里那些武功高强的和尚都不吃肉 黄元申觉得居士的话有道理 居士又给了他一本介绍佛经的书 慢慢地黄元申领悟到佛学的真谛 萌生了出家皈依佛祖的决心 从1984年开始 黄元申便笃信佛教 并说服妻儿一同斋戒 1989年年底 黄元申来到香港大羽山宝林禅寺削发为僧 父母不同意他出家 见他屈意已决 只能随他了 黄元申在出家之前与史倩宇离婚 将所有财产转移到史倩宇的名下 史倩宇对于丈夫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 独自抚养一对儿女黄吉良和黄吉利 1990年农历7月29日 黄元申拜圣义法师为师 取法号衍申 出家后 黄元申在宝林禅寺做杂工 种种菜养养花 他每天三点半起床 每天只吃两顿饭 午间过后到第二天早上壁骨不进时 他不再练武功 天天打坐 感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失眠的毛病也没有了 史倩宇多次到宝林寺探望他 他都避而不见 1992年 黄元申托美国的一位朋友 看望他儿女 1993年 大儿子黄吉良在学校放暑假时 来宝林寺看望过他 在宝林禅寺修行期间 黄元申多次来往于香港和大陆 1993年去过普陀山和九华山 沿路滔滔不绝向人们开始说法 许多演艺界的朋友希望他能复出 黄元申说不会再演戏了 人生就是在演戏过去我演影视剧中的人物 现在我演宝林寺的和尚 黄元申感叹以前有一个年轻演员 名气比他大 财产比他多 可是有一天驾车撞电线干而亡 死了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有钱并不一定快乐 过去活得很辛苦 工作压力大 超负荷运转 为了名利弄得精疲力竭 苦不堪言 自己现在身无分文 却心情舒畅 身心轻松 05 2005年出家16年的黄元申 还俗了与家人隐居在美国 依然保留着在寺院的生活习惯 多年来 观众和昔日的同事们一直想念着他 2006年ATV筹备节目 霍元甲25年大聚首时 找遍了圈内所有认识他的朋友 后来虽然联系上了他 却未能说服他在节目中出境 2013年 ATV播出专题节目 《行动亚洲》 寻访黄元申 节目主持人说黄元申 已经移居到内地 住在儿子黄吉良家里 过着平静低调的生活 今年3月19日 陈真梁小龙在直播中说 黄元申还在美国隐居 自己在两年前想去美国看望他 但黄元申的家人说 他不想见以前的朋友 拒绝打扰 梁小龙和黄元申同岁 今年都是74岁的老人了 岁月催人老 唯有以前的经典角色 永远活在观众心中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这是黄元申追求的人生境界 他坎坷半生 终于追寻到人生真谛 超脱名语力之外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 获得了心灵上最大的宁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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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